和北京卖的也没啥区别 我是不是被人骗了 太阳来探店重吃驻京办 今天这期就比较特殊 在车里路过的这么一期驻京办 因为它这个地儿其实不是个驻京办 只是个市场 我们今天来的这是杨桥 丹碧华小商品批划市场 他们家地下一层有一个 新疆南便民服务中心 号称是在北京的温州超市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市场里头的摆放风格 包括排列 包括售货人员 其实基本上都是温州人 因为我刚才进去买去了 然后里头基本说 正常沟通的时候 都是以温州化为主 你知道吧 好多温州人在里头买东西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本地特产 我们就当它是温州主经班 让别人给推荐的温州小吃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尝一尝看看是什么 先给你们看第一样 就是这个 这是我最想吃的 也是因为它来的 对吧 刷到的时候 对吧 这就是他们那边的温州的炸五花肉 这个应该在青岛也有 叫纸汁嘛 尝一尝吧 刚才在里头偷吃一块特香 它闻上去就是那种裹着面糊炸的 然后面糊里头有花椒 然后有八角 有一些其他的香料 可能没有八角 然后就是有香料的那种腌制的味道 尝一尝 不是现炸的 因为来的时间不对 就热的时候肯定够好吃 凉了实在是 这应该回去加工一下 热的时候肯定特好吃 它并不像青岛那种纸扎一样 你知道吧 扎的特别干的那种 这种水分还是挺足的 然后吃肥的这块 还是能吃上那些很厚重的肥油的味道 但是瘦肉真特香 而且它这个炸的呀 就非常松软的那种 我相信这东西刚出锅的时候肯定特别好吃 可惜了 本人没有吃过温州 这是不是温州特产 那就请温州的小伙伴留个言吧 吃瘦的这个还是非常好吃 肥的这个目前不行 吃了这个油味很重 而且真的不能多吃 吃个两三块就腻了 这边以前就是温州城吧 然后但是我没怎么来过 到我妈她们买东西上这边来 这边做什么小商品 地坏什么东西都特别便宜的那种 最主要的一样吃完了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 边上有一个摊位 温州熟食的这么一个摊位 说卖的都是温州的熟食 然后我也买了几样 我确实觉得它应该是温州的熟食 因为有些东西我真的没见过 比如说这个 色可能不太好 因为这东西确实它颜色比较浅 这叫大肠头 然后给了你一个料包 说是拌着吃的 那我们来拌一拌尝一尝 给了你小料包 有点醋味有点甜味 尝一尝 肥肠也好吃 回家拌一拌吧 没有黄瓜差点意思 除了我在那买菜的时候用普通话 人家交流都是用温州话 这是一个猪耳朵 然后刚才买的 和北京卖的也没啥区别 我是不是被人骗过呀 其实它就是个北京的讲书耳朵 然后他告诉我是温州特产 但我觉得北京的熟食店里头是没有卖大肠头的 至少我没见过 这脱耳朵就跟琼斯别字卖的一个味 这是给摄影小妹买的脱骨凤爪 尝一尝 这个凤爪还挺好吃的 酸味和辣味为主 然后有点浓浓的蒜香 这个东西肯定就是温州特产了 人家跟我们强调了半天 对吧 说这个是温州特产 而且我看里头好多摊味都有卖的 这是温州的油汁 然后说是切开了吃的 它里头卖的是整块的嘛 尝一尝 这是猪肉的牛肉的呀 吃起来有点牛肉干那个感觉 就是香味很醇厚 嚼在嘴里头越嚼越香 它不像别的那种没有腌制过的肉 一嚼就没有 除了肉味没有别的 它这个料味还挺足的 吃起来有点猪肉脯的那个感觉 但是嚼起来没有那么硬 这个就厉害了 温州风味 叫三姊妹卖饼 拿出来给你们看的 我它这一个好大 然后说是酸菜馅儿的 猪肉酸菜 有酸菜有鸡蛋 有肥肉 它那种南方的酸菜 不是北方的这种 所以它的叶子就非常的韧 嚼起来很香 肥肉丁加鸡蛋 香脆尽韧 随味悠长 可惜买的时候不对 就如果你们想吃啊 咱饭点来应该还更好 我这儿图整事 因为这时候人少 就我吃这些啊 哪些是温州特产 小伙伴们告诉我一声 这个应该就是南方 很多地方都有 青团 我分不出来甜和咸 甜的四块 咸的六块 你说是五人下 吃起来就跟煮的那个元宵差不多 你知道吧 只不过它有一种比较浓的青香味 四块钱一锅 稍微有点贵啊 你这个就是咸的了 尝一尝吧 那贵两块钱 贵在哪儿呢 它这个闻上去整个荷叶的香味 还是粽子叶的香味就很浓 它就是垫着这个叶是蒸的嘛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叶 这个来不及查了 先这样吧 要不咸的贵呢 咸的里头有肉 有香菇 有笋丁 然后其他应该还有点什么 就尝不出来了 我还买了点 剥好的笔器 这有点强买强卖了 我没想买这么多 结果它非要让我装这么多出来 这个好像北方还真少这么干的 你知道吧 笔器这东西我没想买 确实它这就更像南方的市场 它把笔器都包好了 而且就你看这几个有水果的摊位 全在那削笔器呢 说这一阵笔器刚上市 味道特别好 所以我就买了点 而且有一首鱼 他们家的鱼真的好吃 这个就有点贵了 温州特产告诉我 这是温州那边直接运过来的白薯干 这一袋25 它跟北京的白薯干我还区别 好吧 没俩区别 虽然没什么区别 但是吃着还是很香的 这白薯干 吃着差不多了 就总结一下 今我们来的这是杨桥 丹比华小商品市场 新疆南便民副中心 开在北京的温州超市 就里头基本上真的就是 很南方的那种感觉 所有东西码的那种 齐齐的感觉就不太像北方 而且我们刚才进去买东西之后 所有的人都在用温州化交流 吃了这么多东西七八样吗 总评一下 我觉得那五花肉热的时候 肯定特别好吃 这可惜现在凉了 就稍微差一点 然后这个麦饼 我觉得一会再下去买两个 回家吃 这类似于薛里红 或者酸菜馅的这种主食的感觉 那你吃着就特别过瘾 而且很香 真的很香 它量也很足 这张压是好吃的 大长头是好吃的 大长头在北京几乎没有丹麦的 我觉得反正至少我没见过 这几个院都只多买一院 我觉得专程前往不太至于 如果你住在这附近 或者说您本身就是温州人 或者浙江人想体验这种 回家的感觉 这个地儿是真的不错 虽然市场不大 但是里头东西挺多的 我也没买完 它里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水产区 我觉得那个地方也不错 然而我确实没买 因为我也没工夫做呀 所以整体今天来的这个地儿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你能感觉到很多人在里头 是有那种丝香的感觉的 就说一说就是 哎这个东西我没好几年没吃过了 说这个在北京也有 反正我真是听见这种话 我觉得可能还确实不错 这是头一回 在车里录一期驻京办美食 这个不是个驻京办 只是说它是一个在北京的温州超市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甜甜点 我吃了你馋了 这期视频不完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